欢迎收看CTI TALK 网络论坛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 我是主持人洪淑芬 我们从国际局势来聚焦两岸的发展 过去我们都是邀请三位来宾来到节目中 不过今天呢 我们特别只邀请一位来宾 这位重磅级的来宾 就是提出了九二共识 这个名词的前国安会秘书长 我们欢迎秘书长苏起 你好 你好洪小姐你好 各位观众好 九二共识呢 是您在时任入委会主委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名词 一直影响到现在 那九二共识呢 也成为了现在两岸 是不是能够再开启对谈一个重要的原则 那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您出版的这本书 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 这本书也是在政坛 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 包含的其中对于四位总统的争扁 还有呢提出了台湾未来 有可能的九套剧本 待会儿我们就会来谈一谈 这九套剧本 那这本的是今年一月出版的时候 我立刻就买来拜读的书 希望待会儿能获得老师的这个签名 那从一月到现在三月份 其实呢两岸之间 从今夏事件 海域事件之后 还有大陆的两会之后 其实呢有一些的变化 那我们先从老师所提出来的 两岸的九套剧本来谈起 那我们看到老师在书中有提到 也就是在最后 第十一章有提到 台湾未来的九个剧本 包含了现状的常态化 第二就是南海撞击化 第三是美中谈判 第四个剧本就是两岸政治对话 第五是克里米亚化 还有接下来是乌克兰化 苏格兰化 美丽坚化以及广岛化 好老师我们待会会来谈一谈 就是说您所提出来 这九个剧本 但是我们从第一个来看到 第一个剧本呢 你提到说两岸现在呢 现况就是拖不久 那台湾有可能在四到五年之内 就game over了 但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两岸之间的一个紧张的情势 这个时程会不会再缩短 还有当初你为什么会提出说 是四到五年 可能台湾就game over 缩短不缩短我不敢说 因为这个时间完全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上 掌握在习近平的身上 是 那么我觉得大陆现在就是 他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他在选恰当的时间点 还有适当的理由 或者你说借口吧 那么他 所以现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最需要就是 要准备应付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台湾现在既不能打也不能谈 是 所以我非常的非常的忧虑 所以在写这本书 那么 大家台湾大部分都希望都认为常态 现状可以常态化 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在 我在好几年前就一直在呼吁 说两岸可能会对撞 一直在呼吁 这个 可是台湾大家听的不多 我后来两年前 我就干脆连文章都不写 就是很心灰意冷 不过现在我觉得 我的预言一直被验证 你看选后这个现状一直在改变 最新改变就是那个金门事情引起来的 金门事情引起来的话 就是你看那个大陆的现在 他的公务船 他的海警船 就上我们的游艇来登检了 就跟船长谈 我不晓得 他可能就说你看看你的证件 讲你们怎么样 去哪里 他就他就来做这种 他是公家 然后你是老百姓 就是到我们的范围之内了 之前可能双方可能会有一些默契在 但现在这个默契似乎是已经打破了 然后上个礼拜吧 我记得国台办宣布说 台湾海峡不是这个国际水域 那意思就是说 台湾海峡也变成他可以 他可以去执行公务的地方 他认为就是一个内海了 就变成内海 所以变成蔡英文的户部隶属跟大陆的内海化 两个就会直接撞到 那现在这已经在进行中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把它演变成一个 这个刚才讲克里米亚化就是武统的那个程度 因为大陆还在等其他的因素出现 所以可是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在走 那我觉得台湾在我们在台湾 我们生下台产都在台湾 我们希望真的不要走到那一步 所以执政党它真的要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不是只是为了说我要打大家准备打仗 谁跟你打仗 对不对 除了打仗之外 哪都没有别的路 我觉得政府要有这个担当 要准备保护老百姓 保护老百姓 但是我们看到老百姓自己的想法 大部分也认为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但是现在的维持现状 跟十年前那个时候的维持现状 是完全不同的环境的 所以这个挑战更大 蔡英文当初讲维持现状的时候 其实讲白了就是骗人的话 骗人的话 因为当时马英九的现状 当时2016年蔡英文当总统的现状 是有九二共识的 是两岸有官方有对话 民间有交流 有各种来往 但是他上台之后呢 嘴巴上讲为止现状 后来九二共识也没有啦 官方对话也没有啦 民间交流也没有啦 整个现状就改变了嘛 嘴巴还在讲那个现状 可是让老百姓就是以为 只要不打仗就好 可是现在呢很抱歉 我觉得现在连不打仗 这个假定都是错的 所以武统是一个可能 然后我们只是希望 他不要变成真实 那所以执政党现在真的是 谁选上 我选前就说了 谁当总统谁倒霉 所以现在倒霉的是赖清德 谁要负责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是赖清德 要做这件事情 他要让台湾趋极避凶 大家都在关注 包含了美国 包含了北京 都在关注赖清德520的旧职演说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老师怎么看赖清德520的旧职演说 他虽然大家认为他是蔡规赖水 但是会不会跟之前蔡英文所提出来的 会更加的深化一点 我不知道民进党脑袋里怎么想 很多人都问过我 说要给赖清德什么建议 我真的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他们民进党镜头脑很多 他真的不需要 我现在我在民进党的心目中 九二共识的这个发明人 什么这个 就是说我讲什么 他们会倒过来走的 所以我想我还是不要讲 让他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难 我只是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局搞定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 就说在中国大陆那一方 老师所接触很多 在大陆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声音 目前看起来大约有八到九成的 你说是主张放弃合同的 那大陆高层其实好像讨厌 台湾的这个讨厌的 这个台湾的人是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看起来在大陆方面 他们的鸽派 现在好像都闭嘴了 鸽派似乎这个声音 是有上来的情况 那你怎么观察北京 本来之前大家还期待 是有合同的路线 现在似乎这个路线越来越窄化了 大陆老百姓 其实真的这个就是八年 你就说刚才我刚才讲 蔡英文的现状 八年前的现状 就是大陆老百姓 普遍的喜欢台湾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到台湾来的没有不喜欢 包括现在那时候来过台湾的 八年中间来过台湾的那些 不管是这个 现在是政治局委员 或者他的省市一级领导 很多还有他们的家人 来过台湾 每一回去几乎大部分印象都很好 得到了综合判断是这样子 可是这八年中间 因为蔡英文做了什么事呢 就他破坏这个现状 他把那个 不但把这个 把这个九二共识 把它变成互不隶属 就是说你是你的国家 我是我的国家 我们两个互不隶属 这个他把这个想法 还灌输给台湾老百姓 这个还是 这重要 但是比起另外一个 还算次要 更重要的是 他把台湾人变成说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前面讲了说一个国家两个国家 大陆老百姓可能不懂 但是你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这个现在也深化到台湾很多 起码年轻人里面了 对 老师其实我刚好 这边有一个板子 可以跟大家来提出一下 就是说这一份的是 政大所做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台湾民众对于自己是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认同的趋势的分析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最下面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其实呢 对于这个统独的立场的分析 越来越急化了 那似乎大家都认为自己呢 就是要独立这样的一个路线 不断地往上走 那包含自己的认同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 以前可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部分是蛮高的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 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台湾人 老师怎么看 所以啊 所以这个 你前面两个问题 我已经合并 就是说台湾经过这八年 当然民进党政府的灌输 还有克刚的因素 台湾我觉得现在 这个整个土壤已经变了 就是认同来说的话呢 我认为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也不是台湾人 又是中国人 这个纯粹是台湾人 这个选项 那么这已经到百分之六十了 百分之六十 六十多了 按照政大的名义 百分之六十多了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要台湾独立 我不要统一 我也不要维持现状 以前维持现状占多数 那现在占着独立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的估计 假如说是用 用这个 用这个选票来说的话 我觉得 赖清德的百分之四十 加上柯文哲的一部分 百分之五十以上 接近六十是存在的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话 理性上认为自己 理性上认为我们要台湾独立 感性上认为我不是中国人 那这个看在大陆的眼里面 就把他对台湾的印象 完全转变了 为什么现在 我刚才说 我估计大陆民众 百分之八成以上 恐怕主张武统了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以前对你那么好 然后看 那么喜欢你 就真心患绝情 你现在连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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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想法都出来了 这个 柯文哲讲个两岸一家亲 就被民间党打得 这个体无完肤 所以大陆现在就 那你不是中国人的话 那对不起 那我们就不必客气了 是 所以民间现在 现在这个宴台 要 要这个 对武统 声浪很高 反而高层比较冷静 所以老师曾经提过说 现在只剩下习近平 是少数的 合同派 对 目前还是如此 对 看 他是少数 就是 当然有一些 不过基本上 就越上面越冷静 下面的是 沸腾的 沸腾的 那么 这个 军方尤其是 军方 我觉得军方很熟养 军方是 可是习近平 还是老大 他有他的战略考量 他有他的 全盘的考量 他有他的 前瞻的考量 所以他 现在还在等 这个 适当的时机 和适当的理由吧 老师 从十年前到现在 从蔡英文执政到现在 八年的期间 之前他有 合同的这样一个选项 但目前看起来 是不是这个选项 的几率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小 我觉得越来越小 而且民进党现在 前阵子不是 那个赵一乡 口一哥 他公开说 和平同一 他不要 所以这个 他起码代表 民进党的年轻人 所以这是一个 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目前两岸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万一这个事情 稍微有一点的擦撞的话 很可能就会变成 引起很大的一个冲突 这是大家很担心的 尤其大家看到 在惊吓海域的事件的时候 大家也很担心说 会不会变成一个点 然后引起更大的纷争出来 但老师 现在两岸的政治的 对话的机制 除了之前您所提的 九二共识 除此之外 难道没有其他法了吗 如果要谈的话 应该是有了 因为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其实就是一个 是一个符号 是个符号 所以我不晓得 洪小姐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过去这二十年 我很少公开 来辩护九二共识 民进党一直在打 我并没有特别去 因为我觉得九二共识 是一个 第一它是公共财产 已经不是我个人的 公共财产变成 这个二零二五年 二零零零五年开始变成 连战胡锦涛 它又开始变成国共两党的共识 那么最主要 它是一个符号 符号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喜欢 你可以不喜欢 它政治符号 这个那么 就是意愿的表达 那你不要它的话 也可以 这是一个政治选择 就是台湾叫 你要选择你不要 但是你不要的话 就要有后果 后果就是可能会 对华中断 可能会最后军事对抗 那么假如说民进党越 不要逼军事对抗的话 它就应该把九二共识 打掉的同时 设计出一个新的替代方案 你把这个桥炸毁了 你应该另外搭一座桥 但是蔡英文这八年 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努力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的判断 就是说这个事情 就充分证明蔡英文 真的是要搞台独的 我就是要跟两岸 跟大陆脱钩 我台湾跟大陆脱钩 政府跟政府脱钩 老百姓也跟老百姓脱钩 这个贸易不得不来往 没办法 人不得不来往 没办法 但是暂时了 我让你捡到最低 所以这是 就是台湾跟大陆 这个蔡英文 那个台独的倾向 我觉得是太清楚 那我现在很担心 赖清德假如他 继续这条路的话 那会加快这个 这个怎么讲 统一的步伐 所以老师有提到说 在这个九套的剧本当中的第一套 就说虽然是希望能够 这个维持现状常态化 但是这个部分看起来 它的时间 品位期越来越短了 所以老师也提到说 可能在四到五年之内 台湾可能就 Game Over了 那这个时程上来看 也不知道会不会 缩得更短一点 现在就是看 赖清德在520的 就职的演说 以及他接下来未来的一个 对于两岸政策的一个走向 老师怎么看 就说蔡英文他已经 在这八年时间 已经变成的两方是 互不隶属的这样一个情态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李大为 他有提出了一个 就是一国两区 这样区的一个 各自区的一个看法 那是不是也是在 这个释出一些 赖清德的未来的风向 没有没有 我不觉得李大为 当然我们以前都是 都是老朋友了 那个 但是他现在这个说法 我看不出来是一个 什么新的 这个他是说 现在已经超越了 超越了两个区 他就是说 他不好意思说两个国了 所以他就超越两个区 实际上 实际上这种 这种说法都已经没有用 我基本上觉得 民进党现在要 要 做这些努力 可能还有点太晚了 太晚了 可能还有点太晚了 因为 因为赖清德啦 什么蔡英文啦 民进党现在大部分的基因 这个基本上已经定性了 定性了 就是说 大陆已经看你们 就是你们就是 就是这样子 你们就是民独 大陆甚至于说 国民党是暗独 所以整个台湾 大概不是民独 就是暗独 所以变成就 大陆变成 那我没有选择 那赖清德现在 假如要把民独 把它转案 转案 还不是只有他 他一个人的那个 演说能够解决 我觉得需要 整个民进党 做反省 整个民进党 要做反省 就是说 就是说会 需不需要 会不会这个 两岸要冲撞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 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最后台湾的 台湾整个丢掉 是我们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发生的 所谓的本土政权 执政的时候 反而把台湾丢掉了 民进党自己 要做这个思考 那 所以现在这个思考的话 你 那个 要让大陆 接受这样的 想法的话呢 一定要有个 集体性 而不是一两个人 嘴巴在讲 因为这么多年 台湾的民主政治 政治人物 经常在讲话 变来变去 你不觉得吗 今天 今天这个政治人物 这个时候 一个立场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然后不同的形容词 在描绘 误实的台独 就变成 不是台独了吗 就像这种 那大陆 现在已经很烦 不想听你们这些 这种 这种 这种话 所以 所以除非 真的 真的 台湾让大陆相信说 我们整个党 都改变心意 从此不搞台独了 怎么样 大家和平共处 这个 就是 才可以 因为民进党 现在有一个 很错误的 很错误的 我觉得很根本 是台湾现在 很根本的问题 民进党年轻人 尤其是这样 认为你跟大陆 好 不是 不跟 就是你跟大陆好 要不然呢 就是 你要跟大陆对抗 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舔共 投降 就是好像 好像这个 斗 斗 斗争 抗中 跟投降 两个中间 就只有二选一 没有灰色的地带 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中间地带 这个神明业导 错误的 所以像我们 不主张 跟大陆 斗得那么凶的人 就立刻被贴标签 说是舔中 投降 实际上 是可以相处的嘛 这个黑色 黑白之间 很大的灰色地带 日本人难道喜欢大陆吗 我不相信啊 跟日本人跟大陆 不是好 也好来好去 访问来访问去啊 贸易啊 这个谈判啊 什么这个 都有啊 台湾 台湾就 不会学日本吗 台湾就非要对抗 然后两极化 逼着你非选不可 然后 这个 你不抗 你不抗中的话 你就是投降派 那么 你就是 在地协力者 这又是新的名词了 这要准备扣帽子了 在地协力者 就这种心态 他就不会处理问题 他只会斗 只会斗 就是大家跟我一起来斗 那 那 那我心里想 台湾有多少人 要跟你这样斗啊 对不对 你有本钱斗嘛 这个台湾 有什么本钱 跟人家斗啊 所以这个 可是他已经灌输到 台湾老百姓 好像就只有 这两个选择了 不知道 人和人是可以 好好相处的啊 公司跟公司 难道没有竞争吗 不是斗来斗去 而以我诈 但是呢 这笔交易没有做成 我们下一笔再试试看啊 总有路可以走啊 说不定两年以后 我们还要再合作了 所以公司跟公司之间 也是斗争合作 斗争合作 国家跟国家之间 当然也是斗争合作 斗争合作 民进党不是 他就是斗争 没有合作 没有妥协 这一妥协合作 你就是投降派 田中 再立写立成 这种思维 根本就是错了 这是民进党 很大的错误 把台湾到时候 会带到 不但 台湾 大陆还没打台湾 台湾已经分裂了 台湾已经分裂了 像我就觉得 我没有要投降啊 但是我也不要抗中啊 我就在中间啊 我们中间 大家可以一直过得更好啊 对不对 马英九时代 大家不是过得很好吗 连战还可以代表台湾 到APEC去 那蔡英文八年 连战肖万长 吕秀莲 什么时候去了 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 陈建仁副总统不当了 他有去APEC吗 没有啊 在 在 在那个 马英九的时代 肖万长不当副总统了 他后面四年 他就去APEC 在国际上 跟美国的 奥巴马总统握手啊 什么的 那民进党 做不到这些事情啊 所以那有投降吗 马英文 马英九没有投降啊 马英九有填过吗 也没有啊 所以换句话说 大陆的问题 两岸的问题 是可以处理的 可以和平处理 可以有技巧的处理 但是民进党没有技巧 他就只会斗争 他就内斗国民党 外斗中共 这是他的存在的 这个 他这样才有 才有在国内 才能够煽动情绪 所以我觉得 很可惜 一个政党 走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 然后民进党又搞 那个非核 非核家园 是 非核家园 现在你看 三十五个国家 开核能高峰会议 核能是主流 全世界的主流 台湾在搞非核 非核家园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两个神主牌 一个一个 一个台独 一个 一个非核家园 是害台湾 而不是爱台湾 反而是让民进党 可能是走到 末路的一个 走到末路 他把台湾 地缘政治上 走到 走到最狭窄的 这个角落去了 孤立无援 然后核能问题 又把我们的 能源问题 我们的经济问题 走到最那个 最狭窄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 到时候就加价吧 蔡英文的时候 一直补贴 一直补贴 对不对 现在没有钱了 只好涨价了 对不对 所以前面都是撑的嘛 所以这两个 两大神主牌 民进党 我觉得 所以民进党要做一个 整体的思考 这个党必须要做 整体思考 不然的话台湾 就亡在他的手上 亡党亡国 就是验证在民进党的 这个 赖兴德日认内 可是赖兴德任内 蔡英文的责任逃不掉 因为他 赖兴德替蔡英文 背这个后果 所有的罪因 都是赖兴德 蔡英文中下的 OK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 他们的历史定位上面 被记住 如果说他们 这个两岸最后走到的是 这一步的话 所以民进党 我也认识很多人 他们有很多人 他现在不讲话 但是他们很多人 其实那个也是很 你说民进党内有许多人 现在优秀的人很多 不愿意发言了 对他们优秀的人很多 也有思考 也有国际观 也有 他们对不起 我必须说他们国际观的人 很多 但是有对大陆 有深層了解的不多 同时了解大陆 跟美国的也更少 但是呢 他起码有国际观 那有国际观的话 他他来思考这些问题 我觉得他们应该 重新检讨台湾这条路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这个 我现在讲的是精英 一般老百姓是他们控制的 他们他们洗脑的对象 精英他们应该 应该台独对不对 非核家园对不对 这个他们是不是在逆潮流 他们是不是在逆潮流走 然后最后把台湾带到 亡国 然后他亡党的地步 但老师你觉得 北京认为赖庆德就是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自己也这么说 北京没有加务实两个字 务实工作者是赖庆德 自己说的 对那所以呢 依照这样的情况之下 赖庆德有可能在他现在 一个新的位置 包含他之前是民进党主席 在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总统的一个职务 那他会有所改变吗 你觉得 或者是 这我现在不知道 我要看他以后的做法 他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 我不知道 还有他现在幕僚的名单 也没出来 他任命的官员名单 也没出来 他也没 他最近一个多月 都没讲话了 这个希望还是在做深层的思考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实现判断 我只能够假定他是会往好的方向走 我当年在立法院 我做了三年的不分区立委 我跟赖庆德的互动 我觉得还不错 我那时候对他印象还蛮好的 就是也是温文儒雅 什么这个 我觉得所以像他这样的人 就是可是台独这个概念 还有这个 他们的两张神主牌 我觉得他们真的要检讨 赖庆德 能够带脱来做这个检讨的话 他也有他的历史地位 没错 老师你在书当中有提到 这个美中台是三个边三个角 那其中我们来谈谈 就是美中的关系 因为它毕竟是会影响到 台湾未来的前途 那但是呢 我们怎么去分析 美国对于大陆的 对于中国的一些战略 老师是不是有发现说 美国对中战略当中 其实有一些缺失 是美国自己没有发现的 对啊 美国 美国的这个 基本上对大陆的 对中大战略的缺失 我认为大概有四个 一个是 一个是他自己的那个 他自己的那个 他这个对中战略是 仓促的提出来的 二零一八年 那个那个谁啊 那个川普突然提出来 然后然后再冲 仓促的 organize一个team 然后后来才在 在那个国务院才弄了一个 叫做China house 就把一堆中国通机放在一起 在国会里面才弄一个 中国的一个委员会 换句话他连他的他的政策 他先有政策 然后后面才有组织 才有计划 然后计划也才一步一步 这个步骤什么 那个步骤什么 那个步骤什么 这样才这样 他不是一个事先 当像当年美国那个冷战的时候 美国对书冷战 那个围堵的政策 我当年在在美国念书 对这方面还是下了一点功夫 他事先都有准备好的 一个思想的体系 思想体系 然后政策也做好了 对 就是思想体系 就是说我们要准备 我们要苏联这么强 然后像全世界这样扩张 把中国什么全部都吃下来了 然后欧洲吃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要弄一头围堵的墙 这个墙把它围堵住 让它不拉出来 然后什么地方设点 什么地方设点 什么地方设点 围堵住了以后呢 你在里面 因为你的你是专制政权 所以你将来自己会垮 后来苏联真的垮了 五十年之后 但是我们看到 他这个是有道理 是有一个大的 一个战略基础在 但是对于这一次 就是说这几十年来 美国对于中国的大战略 其实他的基础 是相当的薄弱的 对啊 这个就是他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基础薄弱 然后基础薄弱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对大陆的那个看法也错 因为他们把大陆的高 太高估了 我觉得我觉得 高估了 太高估了 就他觉得大陆的一带一路 是这个怎么讲呢 是展现习近平的野心 要把手伸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 可是就我的了解 大陆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个习近平在推动 那个一带一路之前 那个美国的国务卿凯瑞 到大陆去访问 他还特别把地图拉开来 告诉凯瑞说 我们一带一带一路 我准备几个月之后 你说习近平告诉他 习近平告诉凯瑞 亲自的 我们几个月之后 准备要推出一带一路 一带是这样子走的 一路是这样走的 那么这是很大一个计划 我们美国跟美国跟中国 我们一起来合作 做这件事情好不好 所以他提议是两个 习近平还邀美国一起来 要美国一起来做不是说我要做不是我的野心 要伸展势力扩张势力到全世界 我们一起来做我们来帮助全世界啊 对不对 我有基建能力 我有那么多工程师 你也有钱 你也有技术 大家一起来帮 让那些亚非拉的穷国 穷人他们他们 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啊 结果结果这个提一提 凯瑞提带回美国之后呢 他们国务院财政部什么几个部一商量 就说不能答应 不能答应 我不晓得原因是什么 我猜啦 就是说那种我们美国跟他 这是大陆的大陆的倡议 我们美国去美国棒去凑合一下 好像有点没面子 我觉得美国是面子的问题 这是你的你的想法 我不要去配合你 那那然后呢 所以这个idea 就没有报到欧巴马里面去 到欧巴马里面 可能欧巴马总统会有 他高度不一样 他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机会没有了 变成就大陆一个人在搞 一个国 那大陆美国人 现在就把这个东西说 这是你的野心 这个这个就是污蔑了 这个就是污蔑了 这个是这个是 他就把这个变得好大 大陆 其实照我看 大陆的野心就两个 一个就是台湾 一个就是南海 因为这两个都跟他的安全有关 就是第一岛链的 第一岛链 他没有这两个美国当年 美国当年这个建国没多久 打内后来打内战 打内战 打内战打完之后呢 美国就开始那个建军 就跟大陆现在一样 建军完了之后呢 第一个就是把加勒比海 吃掉 加勒比海那个时候 是西班牙跟英国的地盘 根本美国没有没有舰队 就是英国长期在那边 西班牙长期在那边 就这两个两个大国 那美国就就说对不起了 我我现在起来了 我你们两个让一让 那英国就让了 英国就妥协了 英国就让了 那么西班牙就不让 西班牙不让 两个人就干一架 干一架 美国就就把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几个几个地方 加勒比海 还有甚至把菲律宾 都变成他的殖民地 所以这是美国的 就是他的大国崛起之后 大陆现在也是一样 他南海 可是南海比加勒比 还大多了 但是他起码要觉得 这南海 你不能美国随便 没事就在我们那边晃一晃 美国以前在二十年前 你记不记得 还有南海撞击式 就是我讲南海撞击 2001年 他的他的飞机 侦察机 没事就往海南岛 大陆那边飞 沿着这个沿着海边这样的飞 飞的话侦察机 那电波就可以侦察 你里面的电波 跑到人家家这么近 可是现在呢 我估计现在美国不敢 因为大陆现在 弄了好多基地在南海 所以这两个地方 他是讲野心 他是有的 但是你说超越这两个地方 我很难想象 到印度洋 我觉得不太 太远了 远远不到那个程度 到其他地方 我觉得大陆还没有 那个野心 因为我跟大陆 大陆的交往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讲 国境安全 他跟印度的那个边界 还没搞完 他还有很多的国境的问题 要处理 内部的问题要处理 所以美国的鹰派 把大陆想得好像是一个 哇 将来是不得了 他要征服全世界 要围堵中国 取代我们美国 所以我们美国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就是错 这是第二个错 所以美国其实也 错读了中国大陆的野心 那接下来他也错读了台湾 对啊 他错读台湾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两个问题了 一个就是他以为台湾是民主 而且称他为完全民主 这个美国的美国的 尤其是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国会 相对于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比较常常台湾来读很多 国会基本上就是 你也知道民意代表嘛 他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他自己选区的事情 所以外交工作对他来说比较远 所以他对台湾呢 就是一个印象而已 那他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台湾是个民主 民主国家 所以他就爱台湾 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可以实际上我们在台湾待到都知道 哪有民主国家的总统不开记者会的 不到国会报告的 这个哪有总统可以随便任免 任免这个官员 任和免在美国的话 你要任都要国会同意的 免你可以随便免 但是任之要一定 台湾不是你任和免随便你 所以然后不开记者会 蔡总统七百多天 尤其他的论文事情出来之后呢 就绝对不敢开记者会 那全世界没有这样的 拜登每两个礼拜开个记者会 这个日本首相也是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 其他国家法国都是在 我们总统就只有远远的跟他挥手 这样子这样讲话 这不回答问题 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不是民主国家的做法 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 你以为你有 像我们这样子 你以为你有苏某人有言论自由 没错 我有言论自由 但讲了没用 没有用 因为根本 国王根本不需要听 就是我们现在总统 选总统其实等于选国王 我的书里面有写 选国王 他在 他在关在宫廷里面 他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接受老百姓的批评 指责 所以这是老美的第一个误会 第二个误会就是 就是那个误判 就是台湾人有战斗意志 我非常怀疑 我非常怀疑 当然每个年轻人可以自己问自己 每个年轻人自己问自己 真的两岸有事的话 你愿意去打仗吗 将来两岸的战争 假如发生 像现在我们规划的 现在美国人 美国人已经基本上默认了 说打到滩头来的话 之前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帮台湾了 打到前面说 打道路的飞机 飞弹 美国可以抵挡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只有靠滩头 滩头就靠你们台湾人自己来守了 现在台湾最近国防部是暗示 滩头都不一定守得住了 要准备打城镇作战 那城镇作战的话 台湾要打起来的话 就会像现在的加萨 而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 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 乌克兰是非常乡野风味的国家 它最大的城市基辅才200万人 全国大概4000万5000万 200万人 然后第二城市是奥德萨吧 100万人 所以你知道它都是很小很小的地方 所以它打仗前 其实都在乡下打 都在乡下打 可是加萨呢就是城市 台湾将来假如打城镇战的话呢 台湾会像现在的加萨 而不是像现在的乌克兰 你想想看台湾会有几个人 会希望把台湾台北高雄台中 变成加萨 现在的样子 没有人嘛 那是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我不相信嘛 所以所以民进党还要老百姓被战 你被什么战啊 我觉得被谈比较重要 被谈才比较重要 能够不打最好 谈不表示投降 我再强调一次 谈不表示 谈有很多种结果 看你怎么谈 看你怎么准备 没有 当然也一定会有美国的因素 但是呢大陆也不希望 一下子就把台湾吃掉啦 怎么样怎么样 他有很多可以有很多那个 台湾自己来谈 我们还比较有尊严 坦白的说 假如美国人帮我们谈 那我们就不跟香港一样了吗 对不对 美国人代表香港殖民地 英国代表香港殖民地来谈 我们自己来谈 我们有尊严 而且我们了解自己 我们需要什么 所以民进党与其备战 不如被谈 这是 这是我觉得 现在民进党租公啊 真的是要好好想想这些 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呢美中之间 美中台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美国 那美国接下来是在 11月5号 就是美国大选 将会是一个重点 那不管是川普 或者是拜登当选 那对台湾可能 当然他们的一中原则 这样的一个想法 都应该是不至于 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毕竟拜登跟川普 这两个人的个性 对台湾的看法 也是不太一样 老师有曾经讲过说 现在台湾是 既不能谈 也不能打 只有完全依赖 美国的保护 那未来在美中的竞争 你觉得是会再加码台湾呢 还是会减去台湾 这就是 现在 那个我非常担心 那个怎么讲 这个拖到 拖到两边不能拖的时候 大陆就要打 所以现在呢 美国的政局的混乱 我觉得反而给习近平一个 一个 金玉琪 一个pause 就我们pause 停一下 停一下 我们停顿一下 我们来观察一下 美国的选举 会怎么走 假如美国的选举走 最后看起来 不管谁当选 都是跟我对抗 对抗到底 跟中国对抗到底 没有妥协空间的话 那对不起 那我就 就 会加速 美国这条路就断掉了 那台湾这条路断掉了 美国这条路断掉了 他就 他就从武统的方向来思考 所以现在美 美国政局的这个混沌 选举的混沌呢 还给习近平一个在 在停顿思考的机会 那现在这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 现在 现在 拜登是很明显 拜登是不会妥协的 我觉得看起来 他不会妥协 他现在 这帮的幕僚 基本上就是 要跟大陆斗 然后呢 是长期的斗 长期的斗 然后这个 那拜登呢 又是比较弱的总统 他被国会绑架 所以他 他 我觉得他不想谈 他就算想谈的话 也被 国会绑架 所以假如这个 拜登还是这样子 一个弱总统 强国会的 这个状况的话 那 美中谈起来的可能性 非常低 非常低 那假如说 川普当选的话呢 这就是大陆现在 要评估了 是 假如川普当选的话 现在看起来可能性 还蛮高的 蛮高的 到时候 国会他假如也是多数 然后他又是 当选总统的话 他的权力就很大 那他的倾向就变成很 很重要 他到底要谈还是不要谈 那以我来 现在 现在的直觉 以后不一定了 现在 他现在没有讲太多话 我们评过去的 他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 他要妥协的可能性 还蛮高的 而且川普有个特色 他跟这个 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他不喜欢介入 这个战争 他不喜欢介入战争 他跟拜登不一样 拜登引起那么多次 拜登其实现在 拜登现在 刚刚撤出那个 阿富汗跟伊拉克 美国 现在整个美国 台湾的人不了解 整个美国是厌战的 经过这个阿富汗跟伊拉克之后 这厌战的情绪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这个军方尤其不想打仗 军方最不想打仗 跟解放军不一样 解放军是军方首仰 这个每年演练攻台 每年演练攻台 这个抵挡美国 要多少次 可是美国这边不死 美国现在也没有钱 所以他的军舰 在国际上 跑的机会越来越少 然后老百姓又 验战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种族问题 就是美国内部的种族问题 还有嗑药的问题 还有嗑药问题 移民的问题 所以美国现在 就是变成他也 他也 我书里面写了 他也不能打 但是他也不想谈 他尊严 他就是真言 面子 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所以拜登就变成这样的状态 可是川普 川普就比较没有这个面子问题 他假如当选的话 川普没有面子的问题 他比较没有 他是他商人 他根本 他什么时候有面子问题 他做了那么多 那么多不该做的事情 他哪有面子问题 他就是 就是 我觉得对国家利益好 我能够把台湾问题 台湾也没那么重要 他已经说过 台湾不过是一个 我桌子上的笔尖而已 大陆是那张桌子 台湾是桌子上 那个原子笔的笔尖 这样的比喻 所以假如能够做交易 就把他交易掉了 所以大陆现在在评估 川普是不是会比较愿意谈 那我就可能要等他 那假如说 发现川普也不能谈的话 那跟美国就没有 没有谈判的可能了 那我只有 对不起啊 我就只有武统了 不然的话 就再拖四年 再拖四年 也是 一边是赖倩德 一边是美国在那边 这个 这个 这个导弹 他 他 我觉得习近平不会接受 所以我就规划 未来四五年 game over 大概这个时间点 但老师我们在书中 也谈到很多是 美中台之间的关系 但是有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最近也才刚进行的 这个大选 那普丁那是 以百分之87.17的选票 出奇的高 他又继续的连任 但是他很奇怪 就说他一连任之后呢 他就先对于台湾的问题 有发表了一些看法 他说台湾无疑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过去 他似乎也很少 会去谈到台湾 好像也不太关心台湾 台湾好像不是他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项目 但是他却是在这一次的 这个当选之后 他谈到了台湾 他的用意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部分 有大陆的作用在里面 大陆最近 我看不同的资料看来 我觉得大陆现在外交上 有一个对世界各国 就是说你要再强调 你以前讲过一个中国 我们建交的时候 但是现在要再强调一下 台湾不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 那不同的国家 就会语气讲的重一点 语气讲的轻一点 那普丁呢 是语气讲的比较重的 绝对是毫无疑问 这种就是表示说 在台湾问题上 我是绝对的支持你的 向中国表态 向中国表态 对对对 好 老师我们回到 就说您写的书上 因为你对于历来的 四位的总统 都有一些的看法 一些争辩 那其中呢 尤其是对于马英九总统 那当然这个事件 你在书写当中 对他有一些 用了蛮大的篇幅 来讨论他 然后也算是批评他的领导统议 那当然后来也引起了 这个马英九办公室 他们的一个回应 那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 虽然你写的就是 算是很客观 但是呢 对于这个 马英九前总统来说 其实内心或许 有一些些的不舒服 那尤其是对于这个 他曾经错失 两岸之间可以更加的 往前进的一个方向 老师怎么看 是啊 我对马总统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 让我有机会再度为国家服务 那么他做了很多事情都对的 都是对的 可是我也就是因为 他会有这个这个人情的考量 人情的考量 我不瞒你说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他 我当着朋友来看 他作为一个人 他是毫无疑问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我说过了最爱国 最勤奋 最这个最诚实 最什么 你讲好了 这是人的来说 他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缺点 但是呢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就是 就是哀叹台湾 为什么 从一个好好的一个奇迹 然后民主的奇迹 这李登辉是民主先生 然后突然跌落到今天 我们大家要讨论生死存亡 这三十年怎么变的 为什么变的 那么三十年前 我那时候 我还没有进政府 我就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台湾 在做两件大事 我非常支持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民主化 一个就是两岸和解 那这两个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李登辉那时候做的 可是现在呢这两个一个是 两岸和解完全失败 然后民主化我认为失败了一半 失败了一半 所以我要检讨 这个三十年的变化的时候呢 我不能只检讨三个人 不谈另外一个人 这个这样子就 我觉得有失掉我的公正性 所以我最后 就只好把是非 放在人情的前面 那么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马总统 我对他 他这里面 我提了他的政绩 我觉得他的政策完全对 是 这个 有遗憾的是那个领导同意 他的政策 我列了三十项吧 这三十项里面 你真的只一去看 我不写在书上的话 大部分人根本都忘记了 这你就知道 就是 就是你没有把这个政策 深入人心的话 这个随风而逝 就是 这就是马英九那时候 他 他只忙着他自己的事情 他没有晓得他要做做这个 做这个一定的那个宣传 那马英九没有事 他只想到防守的这一面 没有想到你要赚钱 你要增加加分的这一部分 所以最后呢 蔡英文上台 那就把这个东西一抹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陆委会主委这个位子 其实是相当的重要的 非常重要 老师怎么看 接下来520之后 赖清德他怎么用这个位子 来进行跟大陆的一些 所以我们看他给谁 现在不知道他的思考怎么样 他最近一两个多月都没有讲 一个多月没讲话 我完全理解 他一定忙死了 找人 现在我相信 他现在都在interview 要进政府当官的人 越来越少 在马英九 我书上写了 马英九时代有一个工作 我找到第四个人才愿意 愿意进政府 然后这个在蔡英文的时代 有一个工作找到第七个人 才愿意进政府 你就知道我们的民主政治 弄到后来 选嫌疑的人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第一流人才不进政府 现在第二流可能就不进 搞不好将来是第三流都不一定 赖清德现在更难 谁谁现在上这个船 谁就要顶这个风 这是一个新政府的危机 老师在书上 其实对于前三位的总统 都有一些的批判 但是我看到这个 翻到了蔡英文之后 这一个篇章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你的第一句话 写的是 蔡英文是比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都成功的总统 那所以很多人就说 所以你是认为 蔡英文他在这个 控制了九成的电子媒体 而且呢也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机构 跟多数的学校 他是用了各种釜底抽薪的手段 把在野的国民党弱化到 几乎是奄奄一息的地步 这是蔡英文很成功的地方 对啊 这是他战术成功的啦 所以他就是蔡英文的整整体的哲学 就是内斗外野斗 内斗国民党 把你的党产啊什么全部拿掉 等于是地毯 从脚底下抽出来一样 然后国民党的几个组织 就加一个名字 富水组织 把你拿掉 农田水利会拿掉 富联会拿掉 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子 然后掌控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独立机关 这个NCC最好的例子 他就是内部做全面的掌控 然后异己分子 政党就是打击不以余力 那外斗就是跟大陆斗 所以可是他很成功 就是他内部这些手段 刚好又碰到国民党 非常衰弱的时候 士气不振 这个所以就很容易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外斗 外斗的话运气不错 然后碰到川普上来 所以就成功 但是但是我里面也说了 他最大的最大的这个致命 致命将来会致命的就是 就是他把台湾带到了那个 那个跟大陆冲突的绝境 冲突的绝境 本来蔡英文在台湾破坏台湾的政治团结 破坏台湾的经济 在大陆来看都是 这是你们的内政 他不会在乎 台湾越衰弱 大陆会越高兴 就是总有一天 瓜熟蒂落 我不用飞 你就掉到我的腿上来了 但是蔡英文在把台湾内部团结 那些经济社会这个都摧毁的同时 他跟美国又走那么近 大陆就觉得被威胁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我非处理不可 这时候台湾的危险就来了 所以蔡英文她就是看到她战术非常成功 但是她这个美中台这个大战略是错的 就是政略错误这个她的她的战略 她后面的战术都没有用都没有用 老师形容蔡英文是在国际间是白雪公主 但是在国内呢是女王 为什么老师会这样的形容她 就是这也是蔡英文厉害的地方 她把那个她把那个国际文宣垄断 以前以前台湾又以前台湾的老百姓 这个国际尝试非常丰富 因为那时候包括中天TVBS 几乎每个大的台东森还有几大报 自由时报也有联合报都在美国有特派员 是 那么他们经常就写一些伦敦柏林 这个什么东京都有 所以他们从外面传回来的资讯非常丰富 然后会经常会有一些专访会 会了解这些政策的背景 可是后来这些媒体穷了 所有特派员全部撤回来 那么中央社会在政府的控制 所以国际上的新闻完全是由蔡英文来 来主导 那国民党也没钱了 所以国民党也没办法来做这些国际的 然后蔡英文又把国际上的访客到台湾来的 每年几百个几千个 不让他们去看国民党的人 以前我在政府里面工作的时候 我特别跟外交部的人说 外面媒体来的话呢 或者外国的贵宾国会议员来 你一定要安排他们去见民进党的人 你不能够只安排他们见国民党的人 因为民进党也是台湾 我们是民主国家 必须要两面 就是说你要看整个台湾 可是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之后呢 国民党的人完全不安排 我起先还不知道 后来我起先觉得怎么人变少了 后来才知道 我很多审友私下跟我联络 说苏琪我上次到台湾 很可惜错过了 没有见到你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来 他说外交部告诉我 跟你联络说你没空 我说没有人告诉我 就是外交部替我回绝了 替我回绝了 就他们就专干这种事 所以国民党的声音外面听不到 外面只听到民进党的声音 那民进党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多危险 太危险了 旁边有个大野狼 这个要吃我们 所以那蔡英文也是个女生 所以她就说 所以最后的形象就是台湾好可怜 娇小的女生 被一个大邪恶的女王 国王在那边压着欺负 所以对台湾就同情了 可是在台湾呢 她在台湾说台湾 台湾她在台湾控制这个 控制那个 这个中天 这个其他的 什么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监察院 你看最近监察院 对那个 对那个陈先生的那个案子 这那种弹劾不过关 弹劾就不通过 完全政党控制嘛 那个李静勇的中选会 什么时候中立过啊 什么时候中立过 完全完全随便他 完全随便他 但老师我们看到就说 在这个大选之后 包括了在立委的选举 那现在呢 国民党的席次是比民进党 再多一点点 再加上了一些 友好的其他的这个席次进来 那包含了立法院长 是由韩国瑜来担任 老师怎么看 未来国民党呢 在这个两岸之间 还有在这个美中台的关系上面 其实国民党 是会有一些可以的作为 作为一个在野党 他现在一个最大的在野党 是有一些可以作为的 老师期待国民党 接下来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必须说 现在的 这个整个台湾的局势 未来不是看台湾 是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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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谈不谈 看美国 美国的选举谁出来 也是看美国 所以然后这个台湾的 里面的这个政党政治 这都是旧思维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现在照我来看 一点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在选前 我其实就认为谁当选没差 没有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这个 你说就算是国民党当选的话 也是 台湾的未来 直接的是看大陆 什么时候决定要打 这个 然后呢 间接的更大的更后面的是看美国 要不要跟大陆 要不要跟大陆 来谈 那 所以台湾 台湾我们的立法院 国民党现在的影响 多半只是内部 这里面很小的一块 那这小的一块呢 还是 还是民进党愿意 愿意跟你 告诉你的 浅见 浅见那几千亿的 从来没有人 政府从来不介绍 你浅见 这钱怎么办 中间怎么样 这细节都没有 他不告诉你 都不透明了 现在 他不透明就是不透明 你也问不出来 问出来的话 一耍赖就没有了 所以 所以国民党 这个在野党 现在其实上 也是处在一个 不只在野党 整个民众 我就说台湾的民主 整个民众 是空的 是 是 没有任何 对政治政策影响力 非常小 非常小 好 老师我最后一个问题 剩下最后两分钟 我要请你来谈一谈 就说你所写的 提出来 台湾未来的九个剧本 123456789 你觉得 两岸最有可能的 剧本是哪一个 我现在讲 第四个政治对话 是我最希望的 最希望的 是 然后呢 次次的就是 美中谈判 是 美中谈判 这个可能也不大 所以将来 最可能发生的是 第二个 就是南海撞击 南海撞击化 最近的金门厦门 那个事情 就已经是 南海撞击化的 一个小的版本 小的 浓缩的版本 就是 这个南海撞击 是很快的 發生 那么 金门厦门 只是一个 试验性的 在那 可是已经铺路 已经铺路了 这个是我现在 最担心的 因为 两岸之间發生的事情 太快 将来要武统 克里米亚化 克里米亚化也是一样 当年俄国把克里米亚拿下来 是迅雷不及掩耳 是 你根本没注意的时候 一觉醒来 已经发生了 台湾也 也会这样很快 很快 所以美国飞机 什么都过不来 都过不来 所以最好不要有这种 这个意外 这种意外 可是 意外的前面 是要有动机 那那个动机 就是政治谈判 政治谈判 我们自己不谈 就靠美国人去谈 所以现在 你问这个立法院 现在已经不是立法院 台湾的政党力量 对比来决定 现在将来是 一个大国 或者两个大国 决定台湾的前途 那个大国 就是中国大陆 两个大国就是美中 因为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权力 放在 放给美国 送给美国 我们自己 不跟大陆谈的话 我们只有靠美国来谈 所以就是美中 两个大国 决定我们的前途 那假如这两个 都决定不了的话 那就一个大国 来决定我们的前途 就是中国了 这是台湾人的悲哀 李登辉说的 他自己 他自己创造 这个台湾人的悲哀 好 我最后呢 还是用老师的 结语上的一段话 来做一个结语 老师说 如果台湾想要 安然度过 这个百年来未有的变局 不能把责任都推给美国 自己必须要承担 应有的责任 勇敢面对 两岸的政治对话 台湾未来的领导人 固定必须挑起 这份历史的重担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赖清德主政的这四年 接下来将台湾 带到哪一个方向了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节目中 跟我们做分享 那同时呢 我在这里呢 也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频道呢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YouTube上面呢 找到我们的 CTI Talk 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呢 订阅数有25万多人 希望能够再继续的 网上冲 欢迎大家到 CTI Talk 网络论坛 来帮我订阅 那开启小铃铛 那么有最新的 影片上架的时候 您第一时间 就可以收到讯息 那同时 我们有一些 播出的时间 也提醒大家 在YouTube CTI 网络论坛 是在 礼拜六的晚上的 8点钟 煞降首播 另外在中间电视 也会同时播出 那另外还有就是 在晚上的11点钟 中间电视 中间新闻的24小时 直播也会播出 还有隔天 在礼拜天的下午4点钟 全球大视野 还有中天电视会 再次的播出 欢迎大家 将我们的影片 分享出去 今天再次 谢谢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观众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喔